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进行阐述 用年轻人喜欢的方式打造一场有温度 有高度 有热度的小年夜春节晚会 据悉2023湖南卫视春晚的阵容包括张艺兴 刘亦菲 李宪 时代少年团 大索 贾玲 黄博 余和伟 沈腾 周也 张新成 张志林 袁永怡 郭俊晨 爱热 袁维亚 徐梦杰 毛晓彤 李依彤 王楚然 任贤奇 徐怀玉等 主持阵容虽然没有完全曝光 但其实不难猜 何炯和汪涵是一定会主持大局的 齐思君继续参与也不是问题 如果今年还是三男三女阵容的话 那么女主持的竞争依然激烈 沈梦辰 梁田 季梦佳和李沙明子四人中依旧会有艺人遗憾缺席 至于两位新人 马轩和冯喜大概率还没有机会登上这个舞台 说回艺人阵容 由于春晚会有更多正能量的节目编排 所以相较于刚结束的跨年晚会会逊色不少 热闹程度一定会打折扣 毕竟晚会的性质不一样 但湖南卫视毕竟拥有国内最强大的艺人资源 即便是最重要的春晚 今年的这套阵容也值得被点赞 阵容的主要亮点有三个 三大顶流撑起晚会的门面 沈腾成为卫视春晚的抢手人物 徐怀玉的加盟或许是为了预热浪几次 三大顶流撑门面 应援大战一触即发 在刚结束的跨年晚会大战中 高流量艺人依旧是各大卫视收视巅峰的贡献者 大家依然舍不得放弃这个流量密码 湖南卫视今年的春晚同样如此 张艺兴 李献和时代少年团这三大顶流将撑起整台晚会的门面 张艺兴是湖南长沙人 又因为常住了向往的生活 所以近些年在湖南卫视的合作相对更密切 他加盟2023湖南春晚算是意料之中 值得一提的是 在今年东方卫视的跨年晚会中 因为零点压轴的问题 张艺兴和王一博的粉丝起了摩擦 至今还没有完全消停 张艺兴和王一博在《这就是街舞》有过合作 一个主攻音乐 一个转型大一幕 按理说不应该有发展冲突 只能说资本的博弈是见缝插针 凭借《亲爱的热爱的晋升顶流》后 李献反倒低调了很多 或者说他一直都希望靠作品说话 在综艺和晚会亮相的次数很少 此次加盟2023湖南卫视春晚 李献应该是为了宣传正在芒果这波的新剧《去有风》的地方 毕竟女主角刘亦菲也在拟药阵容 作为湖南卫视的开年大剧 《去有风》的地方算是一部很不一样的作品 尽管剧情很简单 但高颜值演员和云南的美景就足以吸引观众入坑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 李献应该会和刘亦菲合体表演 如果双方不排斥高田售货营业的话 他俩的合体应该是晚会的一个小高潮 除了张艺兴和李献外 《时代少年团》也是湖南卫视春晚阵容中的顶流 而且各家粉丝已经摩拳擦掌 应援大战一触即发 TFBOYES的三人都已经是娱乐圈的中流砥柱 《时代风剧》目前的主要经历都在《时代少年团》身上 马家琪、丁程鑫、宋亚轩三人的知名度已经大有提高 其中四位成员的后续资源应该也会陆续被安排 这个养成系团体未来可期 沈腾抢手春节或将参与三胎晚会 语言类节目是春晚必不可少的内容 所以《2023湖南卫视春晚》的阵容 由贾玲、沈腾以及一年一度喜剧大赛的导师 黄博、余和伟和选手大索 其中沈腾的加盟无疑是备受期待 尽管他近几年的电影作品口碑褒贬不一 但他依旧是内地喜剧领域的领军人 也是每年春节晚会的抢手人物 从目前的消息来看 沈腾今年或将参与三胎春节晚会 除了湖南卫视之外 沈腾和玛丽已经参与了央视春晚的第二次连排 节目通过的概率很大 此外 北京卫视春晚正在录制 沈腾、玛丽、长远、艾伦和杨迪 五人合体录制的照片已经被曝光 他们五人光是聊天就足以吸引观众 沈腾和玛丽在湖南卫视和北京卫视春晚的节目 不一定是小品 但是在央视春晚的舞台上一定是小品 这对黄金搭档已经成为了 每年央视春晚最受期待的语言类节目表演者 值得一提的是 最近赵本山重返央视春晚的传言甚嚣尘上 但知情人透露消息不实 希望央视春节春晚节目组千万不要避掉 沈腾、玛丽的节目 徐怀玉加盟或是为了浪几次预热 在2023年湖南卫视春晚的 你妖阵容中 久位在内地公开活动的徐怀玉赫然在列 而他如果确实将加盟的话 或许是为了参加浪几次预热 作为一代观众的童年偶像 徐怀玉在2022年11月 官宣回归老冬家滚石唱片 也参与了台中的跨年晚会 状态好到完全看不出来 已经是44岁了 在去年湖南卫视的春晚中 孙岳曾经加盟并献唱了多首的代表作 当时就被公认将加盟浪几三 但可惜之后不久脚受伤了 尽管我们不知道 孙岳是否曾和浪几三达成合作的意向 但从他加盟时光音乐会二来看 当初的传言不完全是空穴来风 所以说徐怀玉如果加盟今年的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更多的精彩资讯 尽在九九爱娱乐 敬请关注哦